2022 Pro Duo Myvi 终于在刚刚发飙了 这台国名小车这一次有着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升级 如果说它是大改款都可以接受 因为它的升级幅度真的是太大了 因为真的很重要 要讲很多次 那么它升级的地方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2022 Pro Duo Myvi 的升级地方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2022 Myvi 的车头 它的车头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这个头灯组看似和小改款前一样 但是其实内建的灯源全部都进行了改良 原本在小改款前它的方向灯等等都是传统的卤素灯泡 但是这一次变成了全LED 至于水箱护照方面则是用上了钢琴黑的材质 整体的质感看起来更出色 如果是1.5 的版本 它在这个前保险杆校园也有一圈这一个 钢琴黑材质的空力套件 整个车头我个人觉得看起来更帅 而且也更点压 如果你是现在的 Myvi 车主的话 你可能会注意到 这个小改款的 Myvi 取消了雾灯的设计 取而代表的是 LED 的日间行车灯 原厂也表示这个是 Pro Duo 的车款 第一次出现日间行车灯 其实在很多之前的车系里面 大家都看到可能类似是这个 DRL 的设计 但是其实它们都只是 Position Light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小灯 实际上这一个是货真价实的 Daylight 但是只有顶级版本才会有哦 在外观的部分最大的改进只是在车头 车侧跟车尾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进 基本上就是跟小改款前一模一样 甚至连轮圈的设计都一样 维持在 15 寸 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头啊 我还是蛮喜欢的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在内装的部分 大体的轮廓都跟小改款前的 Myvi 是 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做出了改良 例如说很多人吐槽着那个 Chrome 边的冷气出风口 在顶级的版本变成了红色 所以你在大太阳底下行驶的话 这个反光刺眼的感觉就会减少很多 可是其他的版本还是采用这个 Chrome 边 所以 Polo Duo 其实你们可以改一下这一点啊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触屏主机 从原本的 6.2 吋升级到了 6.9 吋 视觉效果更大 而且它内建的系统跟这个 Arteva 是一模一样的 使用起来会更顺手 只是它依旧不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只有基本的 Mirror Ring 功能 我觉得这样价位的车子其实我们也不能勉强太多了 不过有的话其实会更好 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方向盘 以及这个仪表 方向盘它换上了 Arteva 的方向盘 因为它支援了很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而在仪表的部分 中间有一个大尺寸的彩色资讯屏 在你启动车辆的时候它会出现 Myvi 的样子 看起来很酷炫是不是 我们也很开心这次 Polo Duo 针对这些细节做出了升级之后 让这个 Myvi 看上去会更有质感 也更年轻化 虽然说它本身已经很年轻了 另外在它的座椅的部分 它采用了红色还有黑色的皮革做搭配 不知道这个视觉效果大家看起来觉得怎么样 当然还是有一点点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之前一些消息说这一次 Myvi 会加入中央扶手等等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它的内装设定跟小改款前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这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啊 如果加入中央扶手的话 这台车的人体工学肯定会更好 安全配备的部分也是这一次 Myvi 的大升级 它从原本的 ASA 2.0 升级到了 ASA 3.0 那么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它的可运行速度提高更多 原本 ASA 2.0 的运行速度是从时速 0 到 80 但是这一次它从时速 4 提高到 120 也就是说你在一般的行驶状态下 这些 ASA 的功能都会有用 而且在时速 120 的时候 它还可以侦测到汽车 电单车 还有脚踏车 至于行人的话 侦测速度则是从时速 4 到时速 60 还有这一次这个安全配备重大的突破点在于 它在夜晚也能够侦测到车子的移动 但是前提是对前面的车子必须打开起围灯 那么透过前方的这个双立体镜头 它就可以升到前面油车 这个是之前的 ASA 所做不到的 所以在安全的部分上面 Pro Duo 这次进步真的是很大 而且这还不是它所有的升级 因为在顶级版的 Myvi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在 Altiva 上面才有的功能 例如说主动式定速巡航 不带 Stop and Go 功能 而且它运行的速度是从时速 30 到时速 125 另外还有这一个前方撞击一颈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车道维持系统 车侧盲点侦测 以及倒车盲点侦测 在这样价位的车款里面 2022 年 Myvi 的安全配备 基本上是天下无敌的 我们在这里要为 Pro Duo 鼓掌 你以为这个安全配备 就是 Myvi 最大的升级了吗? 其实不是 因为它在它的动力配置上面 也是有很大的进步 原本的 Myvi 采用的是 1.3 跟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四速自排变速箱 虽然说小改款的车型 还是维持一样的设定 但是变速箱变成了 DCVT 更换了 DCVT 之后 不管是在加速表现 还是油耗表现方面 都有着很大的进步 首先在油耗表现方面 这个 1.3 公升的官方油耗是 22.2 公里 1 公升 1.5 版本是 21.1 公里 1 公升 是不是很强? 它的加速表现更让人杀眼 1.3 的版本呢 0-100 的加速官方是 11.5 秒 但是 1.5 的版本 是 10.2 秒 10.2 秒哦各位 虽然看起来感觉不是很快 但是放眼我国市场的 B-Segment 先备车中 有多少辆速度能比它快呢? 除了这个 City Hatchback RS 之外 基本上没有一辆能够比它快的 所以这一台车的性能表现 值得我们期待 未来有机会 我们也会把这个车子借出来 试驾一下 2022 Myvi 的价格表 我们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 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个人是很开心看到 第二国产车愿意在这个车款上面 下放了那么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而且它的动力系统上面也有升级 这个改进已经远超 一般小改款所做的改进了 所以这一次 Pro Duo 真的是下了很多诚意 原厂也表示为了这个 Project 他们花费了5000万马币的预算 而且还针对这个 Myvi 的 这个电子架构进行了升级 它才可以兼容那么多先进的安全配备 所以看得出 Pro Duo 这一次真的很用心了 而原厂的销售目标是每个月6000辆 你们觉得到最后这个销售成绩会不会破纪录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Myvi 的简短新车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因为这台车我们一定会借出来试驾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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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